这是南方圣女峰的破冰剑 你是从哪里学来的 你确实超过了我的想象 我承认我不该太轻视你 不过你现在连大招都发不出 还有多少真元可以用来垂死挣扎 也许刚够少 果然是野石布 陈长生竟然藏着这么多强大的法器和功法 军师为什么不说 难道连他也不知道 军师是绝对不会失算的 可是按军师的计划 现在我们早就应该把那些命灯都灭了 却被这小子给弄得一团糟 可惜只差了一点 双语速度实在太快 我的真元快要枯紧 再想要他们入王就难了 黑龙前辈到底去哪了 为什么一个远兵都不来 一曲断肠 两曲断魂 三曲终了却还困不住 难道真有道心纯净的人类 人类本质就是欲望和混乱 修道也不可能修得先尘不忍 他只是在自己道心之外 布了很多道伪装 你的情声只触及他最前表的树层 又如何能迷惑他 其实我很好奇 像他这样 一时圣女历时平凡地伪装下去 会不会某一天 都会忘记自己究竟是谁 若真如此 他将来会遇到极大的问题 凤凤凰这种巅物最终都会自焚而死 但我一定会让他在自焚之前 先死在我的手中 你又被这小子暗思暗了 我很生气 我也很生气 连宝命伞都取不动了 终于真愿耗尽了吗 这是什么香味 竟如此罪人心魄 这两个家伙又在发什么疯 为什么不快解决掉陈长生 他们怎么了 这是个机会 想跑 铁牙三世 夕阳斗挂 糟了 这一边湖底也有那种奇怪的水压 可是过来时为什么没有感觉到呢 看来还是免不了一战 不好 这是剑池水底的那道剑意 黄之三为什么会自行骑士 难道是受了那道剑意的召唤 但是实在没道理啊 带我去找到那只臭鸟 找不到你们就死 它已经中了我的孔雀灵毒 逃不远 毒发了吗